也是一樣我們就是給他一個那個 一個new module 這個module的名稱的話也許就是什麼 我要算那個圓的面積 比如cycle area 這個名稱給他 再來的話呢我就很簡單的一個 以前的話可能我沒有用input的話 我用a 比如說請你輸入幫我輸入一個什麼呢 輸入一個那個半徑 那這個地方我如果不取用那個pi的話 那我可能用什麼3.14好了 假設以前小學會用到的 那一樣可以計算出來 只是這個面積不夠精確 那當然這個地方我最後輸出的面積 我們 假設這邊我先不要用那個 我先串切結果好了 假設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先不要用那個mass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我要怎麼 這個這個地方特別說 a的平方有沒有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有沒有a乘乘2 這個前面有講過 那這個就是平方 那平方的話呢 我們讓我們來 看一下這個地方 假設我輸 一樣 按個ok之後的話 那基本上他會顯示 計算面積請輸入泛氣 那輸入之後 假設我輸入6好了 Enter Enter之後的話我要丟給a嘛 那a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後面要做計算 他進來的東西一定是一個自串 所以6他會變成是一個 6 像這樣的6 ok 那所以我要把它轉型的話 那我外面再包一個int 轉過來之後的話呢 到a就是6 應該沒問題啦 那我再利用這個地方底下 再增加一個變數 aery這個 就是把計算的結果算完之後放在aery 然後呢把它print了出來 這個我想應該很簡單啦 上個禮拜都有講過而且寫這個沒問題 但是 裡面還有很多 地方可以延伸出去慢慢再加慢慢再加 所以 未來你們可能要學習的 第一個可能基本的結構一定要會 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引用外部的一些相關的那個模組啦 或者是說如果牽涉到自串 你可能要懂得去格式化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來把它直接 把6 enter一下 輸入一下 結果就出來了 但是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一定會跳出 錯誤 為什麼呢 這個上個禮拜也講過 他會跟你講說 這什麼 而且他會很貼心的喔 有沒有 Type 資料形態 Air 就是錯誤 你資料形態錯誤 哪一個呢 他還告訴你說 I must be string not flow 為什麼呢 看得出來吧 這個我們 我想 你如果 這個我想也常換的錯誤啦 資料形態轉型 因為很多人喔 很多時候還是搞不清楚那個形態怎麼轉換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過來的一定是小數點 所以小數點意思是flows 那這個地方我想喔 這也是上個禮拜講的重點 那再來的話呢 面積圍 所以這個地方你給他一個flow 那前面是一個自串 那你兩個怎麼串 所以兩個就不能串喔 特別注意喔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把 這個 Ary怎麼樣呢 把它先轉成 自串 再來串接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 加一個string 的一個 轉型的函數 然後呢 把它轉完之後 再跟面積為 串接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再試一下 基本上的話 這樣子的話呢 應該就ok了 因為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面積就算出來了 6的面積 那如果 8的面積 ok 那 再來的話呢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邊呢 因為我們 取到3.14啦 那這個 精確度一定是不高 所以可能喔 如果假設你做一些簡單的圓還可以 可是如果你要做那種 那個像機械現在公差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的 圓要非常非常圓的 就像說我想 就應該小朋友 你家有小朋友的話有玩那個紫尖陀螺吧 那紫尖陀螺裡面一定就是培林吧 那培林裡面那個圓喔 你如果 圓 精確度 所以像網路上有那個傳那個什麼德國跟大陸製的培林喔 那他轉 你看他發現那個德國製的話一直轉一直轉都不會停耶 可是大陸製的喔 隨便轉兩下就停了為什麼因為 精密度的關係啦 所以為什麼 人家東西可以賣很貴喔 然後有些可以當然 那怎麼去產生一個比較精確的圓周率 那這個圓周率當然我們不需要特別去背啦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關鍵來了 我們可以利用 匯入一個 Mass的模組 裡面這個模組裡面喔 他其實就有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的話就是他幫你記錄好一個Pi 所以我們只要怎麼樣 一個關鍵 關鍵字 Import 其實你打一個i 在上面 Import 另外還有一點喔 順便講一下 在講這個之前 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我這個地方 上面第一行 並沒有跟他 註解說 你coding的時候幫我 用UTF8 有沒有發現 還是可以run 喔 那 如果說你會來 像我們前面寫的喔 前面都會加一個這個啦 coding 的時候呢 幫我用UTF8 喔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那個Windows啊 其實我 我是覺得那個像 Massolve 這一點是蠻 不合群的 其他的 軟體公司 都已經是UTF8了 用 unicode 那個 UTF8的標準 那 只有他還在用那個 MS950 或者叫CP950 就是他有一個用 早期的那個 ASCII code的 標準 他就是不改 所以呢 變成怎麼樣 你Eclipse 裝在Windows的版本 他預設喔 還是什麼呢 還是MS950 就是他自己的 這個這個 編碼方式 所以呢 如果說未來 你假如說你不希望 每一次都要輸入這個什麼 coding要UTF8的話 那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喔 你可以直接設定 這個Windows裡面有一個這個 Preference這邊 設定裡面 你找到有一個叫 這個 一般 這個裡面的話有一個叫 Workspace Workspace裡面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他的Default只是 MS950 他的編碼方式是這個 那這個MS950跟UTF8的編碼的位置 一定是不一樣 不一樣的話抓到的位置不一樣 出來就亂碼了 所以怎麼辦呢 那你乾脆喔 就 把它設定為什麼 預設值就是UTF8就好了 所以你在編輯的時候呢 自動把MS950 改成UTF8 這樣子 這樣子其實就OK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招 就是如果你不希望每一次寫都要coding 冒號 UTF8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邊改一下 那 那 我兩個都 最好都把它記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你環境沒辦法改的話 那你也只能 前面再加一個coding 不然的話還是會亂碼 這兩招 盡量都還是記一下 那主要是 這個環境的那個編碼 那基本上未來 趨勢還是在UTF8啦 只是說 奇怪微軟就是不改 在ECL裡面 ECL裡面的資料 如果直接匯到 我們的Python 也會是亂碼 除非怎麼樣 你要告訴他 你的編碼方式 幫我改一下 我的來源是什麼 來源也許就是 950 CP950 然後呢 他才會自動幫你轉 否則的話 進來的東西呢 也會是亂碼 那這邊改一下就可以了 基本上 大概就是從那個 Windows裡面 你把他這個 Preferments裡面的改一下這個 General裡面的 Workspace這邊 改一下 按確定之後的話 基本上以後呢 你就不需要再去 加那一行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還蠻不錯的 方式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 這個地方 記得 從這邊 Windows進來 然後進到這邊 改下面這邊就OK了 這個畫面 也許等一下我也幫各位拍照放上去好了 放在哪個地方 好 那這邊的話 當然裡面還有一些相關設置 不過目前 也許用不到 我們暫時就不講 有興趣同學自己可以 稍微自己再去裡面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改的 好 那 改完之後的話呢 那你前面就不需要 Coding這一行 因為剛剛本來要Import 所以想到 對 這個地方 那這一招 其實呢 也不是什麼網路上Google到的 其實也是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一定要加這一行 那一定是你在Coding的時候呢 他預設的 編碼 有問題 所以我就想說 裡面可不可以設定一下 把它改一下 改完之後發現 就OK了 還蠻好的 那因為坊間的書籍 大部分呢 都沒有特別用那個 Eclipse開發 但是蠻多 我覺得 部落客 都 極力推薦用Eclipse 但是我們這本書 各位拿到這本書 他不是用那個Eclipse 他是推薦用那個什麼 一個叫什麼 Spider 這個Spider呢 其實用起來跟Eclipse差不多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不能做專案管理 他做完就是一個Python 就是一個Python的檔案 那你一個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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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怎麼辦 如果你要做個專案 你沒有package 沒有project 那你最後會 只能做小的專案 你做大專案就會有問題 OK所以這個地方 稍微跟各位說明一下 有興趣的話 當然書裡面有提到的那個 這個編輯器 都有種有它的好處 也許你可以玩玩看 像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那個Jupiter這個 也蠻好的 Jupiter是雲端的編輯器 也就是說你安裝完之後 他會用網頁的方式 讓你在網頁上可以寫程式 也不錯啦 不過我是覺得 好像 那個 充其量 有時候只是教學上 或者玩完OK 可是你要真的開發大專案 還是會有一點問題 所以這個大概說明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先 做完這個 那我要如何 匯入一個 那個 Mass的 模組 我們這邊打一個 import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i 其實打一個i 這邊 import就出來了 空一格之後你打一個Mass 這個Mass的話呢 就是其實就是在 那個Python裡面內部的一個 一個 這個 這個 模組 那我們把 import之後的話 那我要怎麼取用那個Mass 裡面的pi 很簡單 你就打一個Mass 點 OK 然後呢 裡面會列出什麼 他的 方法 跟他的相關屬性 其中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pi 不過而且 我是覺得他這邊還蠻貼心的一點 就是說 你 import進來之後 他其實 在Eclipse 有蠻貼心的地方就是 他會幫你列清單 也就是說 Mass裡面 所有的方法 跟屬性 通通在這裡 那這個Mass 基本上呢 就類似 Java裡面的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裡面的所有的 有沒有 你會發現 M開頭就是方法 方法是做什麼 他可以retain一個結果給你 那屬性的話 就是一個 O開頭 屬性的話 裡面就記錄一些 相關的值 比如說像我們的 Pi 你往下找 或者你打個 Pi也會出現 Pi就出來了 有沒有 那 如果說你不知道說這裡面有什麼作用 他底下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他也會告訴你 所以 Mass這個 裡面 其實顧名思義 數學裡面所有會用到的運算 通通在這裡 當然不可能我們全部用到 可是以後如果你要找 你在裡面全部都可以找得到 包含什麼sine Cosine 這些我想應該都有 自己 還有什麼 這個球平方根 對不對 這邊也都有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稍微看 我們其實我們只需要那個 Pi的部分 所以點 點兩下 有沒有 幫我加過來了 所以 我利用那個 Mass裡面 他有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 取得什麼 取得圓周率 就可以搞定 你不用去背他啦 因為 在Python裡面 其實寫程式 一個重點是 你不需要去背任何東西 你只要知道基本規則 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資料了 我剛剛講的 就是 Mass 這個很重要一點就是 因為一般書裡面不會特別強調 其實我 會強調工具 主要原因是這個工具太棒了 你有工具 你很多東西都出來了 你也不用特別去外面查了 這邊都有了 所以如果我想要把Mass裡面的資料 呼叫出來的話 我一定要加一個點 對 點這個動作就是 物件的下一階 它裡面 那物件裡面 主要的成員有兩個 一個就是屬性 一個就是方法 屬性跟方法 是物件導向的觀念 如果有興趣的話 坊間那個 跟Java比較有關係 但是它其實跟 它裡面也有物件導向的觀念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Mass裡面 講白一點的 它裡面有哪一些功能可以被使用 都在這裡就對了 點下去就OK了 OK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取用π 而且你打一下p它也會列出來有沒有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用 Mass點π 去取得圓周率 另外的話呢 求平方有沒有 其實Mass裡面也有個 求幾次方的 那叫Mass點p 那我想說我可不可以改這個地方 可以啊 我們可以用什麼 Mass 比如說我用A乘乘2 對不對 改成用Mass 有沒有 點兩下 點下去一樣 有沒有 它裡面有個paw POW POW 有沒有這裡 欸這個 但是你可能不太會用它 怎麼辦 沒有關係 它旁邊都有 說明 我是覺得這一點 真的是這個工具很好用 因為以前我們在寫那個App的時候啦 複雜度比這個 不知道複雜過多少了 裡面一堆東西 那你如果你要背的話 永遠背不完 我建議各位完全不用背 因為裡面都會有 相關的說明 他告訴你說 然後return有沒有 他反完一個 X乘乘 Y 乘乘 不就是Python裡面乘 所以他告訴你 然後要怎麼做啦 相關的 相關說明 然後你就點兩下 告訴他說 X 就是指的是A A的幾次方 A的平方 所以A的平方 就是這樣敘述就好了 而且 特別注意 其實這樣的敘述方式 在Java也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Java裡面也是 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你會這個 你將來寫Java 應該也不會有問題啦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用Mass 然後做完我們要的結果 把它再執行看看 那你會發現 圓周率假設6 半徑6 出來就這樣子 面積為 這麼一長串 當然 甚至你也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要輸出Py的話 你也可以把Py輸出啦 不過他是3.1是一串 但是會遇到第二個問題 欸 什麼問題呢 假設我要取得 是小數點第二位怎麼辦 當然好 幾個方法 一般如果像在Excel 我想Excel大家都會用啦 Excel裡面不是有格式 按個格式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就OK 但是在Python裡面 怎麼取格式 或者甚至呢 在Excel裡面 也有一個run的函數 有沒有 你可不可以把它實際上 取到小數點第二位再輸出 可不可以 所以在Mess裡面 也有一個run的方法 他也可以幫你試射入 也許各位試試看 所以 這個這一題的話 重點大概幾個 我剛剛講 第一個 上面不需要加那個 CP950 不不需要加 那個utf8 第二個用input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Try一下這個部分 這部分其實還蠻重要 也就是說呢 未來 你可以延伸 性還蠻大的 以後你懂的input 太多東西都可以input進來 有點像是 這什麼 賄賂 賄賂一些外部的模組 外部的模組有 全部都讓你加進來就好 不用那input來input去 主要原因很簡單 如果你全部都包進來的話 那這個Python 它run起來會負擔很大 就跟胖子一樣 就像 你車子上面你不可能 一下子載一堆東西嘛 載一堆東西 車子跑一定跑得很慢嘛 所以呢用什麼方式 比較 比較OK呢 比如說你今天希望帶什麼東西 你再把它放進來不就好了 這樣車子也不會好油啊 可以類似有這樣的概念 好請各位試一下input 那當然這個畫面 如果你擔心 你有些細節不會寫 也許你試著寫寫看 那如果有細節上面 不太會的話 請各位在參考雲端白板上面 我有把剛剛的那個部分 有拍照放上去 剛剛的陣子 你就要看